每日一百字 歇心 读心 明星 原来开悟这么简单 你要懂愣言一千日 让我们一起共同学习 经文 由因世界执着轮回去颠倒故 和和暖成八万四千翻覆乱想 如是故有思向 必失流转国土 寒蠢如动其类抽色 萧文 一颠倒违背常道正理 如以无常为常 以苦为热 反于本真事理之望见 二 必失 幼座必失 必失意为肉断 凝结 软骨肉团等 三 流转 漂流辗转之意 指生死相续不断 而辗转于三界六道轮回 失生 畜生 法界 幼座 因缘生 寒热和合生 由愤聚水道 会测 辅肉 虫草等 论丝地之丝器 所产生 称为失生 如飞蛾 文油 蒙瑞 麻生虫等 恭请建辉法师慈悲开示 各位全球云端共修的学员 大家好 今天是鸟董论言一千日第四百六十五日 我们要继续谈十二类生 这十二类生是这六道当中的一种分类 把所有的众生依据不同的生态 那做这个十二个类分 佛陀这跟阿南讲这个十二类生 是为了要让阿南知道 这众生没有成到正果 那就一定是在这十二种种类当中 那至于他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会为什么以这种生态来投生 那就是有他的原因 那其中呢 我们今天要讲到的是失生 由因世界执着轮回 去颠倒故 和和暖成八万四千 翻覆乱详 如是固有诗相 必诗 流转国土 寒醇软动 其类充色 这个地方呢 谈到啊 就是在这个世界当中 执着执着对于这个轮回啊 产生一个执着 也因为执着而轮回 我们在平常啊 也许他不会不太容易发现自己有执着 就会觉得不会啊 我都不执着 但是呢 在遇到不自在的情况当中 你就会发现哦 原来我在前面自己所设定的自在的情况了 产生的执着 一种依赖 没有照着这样子的方法或者是状态 来发生 那就会不舒服 不开心 不自在 那这里就是一种执着 那执是一种啊 坚持 执取 着就是固着 那什么东西会让你坚持 固着 或者是黏着呢 那导致什么 导致去颠倒固 就是导致我非要往那个方向去不可 那我非要去不可 我不去 就没有其他选择 我就坚持 我一定要 这个叫做去颠倒 所以啊 就和和暖 乘八万四千 翻覆乱想 那就有什么 形成了八万四千种乱想 这些乱想呢 叫做翻来覆去 怎么样翻来覆去 我们就在这个 要去的那个位置啊 去的这个地方啊 就会产生一种黏着性 翻来翻去 就一定还是往 这个方向去 所以这里讲到的是湿声 它会产生 什么 如是固有湿相必湿 就是黏着在湿气的地方 这湿气啊 就是一个有水气的地方啊 那我在这个湿的地方 譬如说水中 譬如说这个环境比较潮湿 那通常比较阴暗 这个地方呢 我就有一种黏着性 我在这里啊 翻来翻去 就是一直会在这里投胎 仇生 那以湿相必湿的方式流转于国土 那有哪一些湿声的众生呢 含唇软动 那其类虫色 指的就是啊 这个蠢蠢 欲动的虫 或者是蚊子 或者是呢 我们现在啊 所看到的 在湿气当中 会有的这些菌 那这个呢 就是 哎 他为什么要生在那里呢 因为我有黏着性 我就喜欢这个地方 所以啊 他就很容易啊 就暖成啊 就是 哎 直取了之后呢 这感觉好像这里就是 我 哎 可以产生一个变化 擦枪走火 有这个暖向出现 那产生了一个湿声的状态 好 那我们来讲 这个湿声的动物啊 有什么呢 湿声啊 所谓 就是在湿润之处 由湿气受生 我们知道这个湿 就是潮湿 潮湿的地方 在水中啊 有时候夏天到了 大家就在检查 哎 这个平常的 这个器皿当中啊 不经意的角落 有没有存着这些水 那有了这个水呢 就会长什么呢 就会长这个绝绝 就有这个湿气 湿气啊 就会招来蚊虫 就在这个水多的地方呢 哎 产卵 那他明明是产卵呢 可是他非要在湿气的这个地方 因为如果你产在一个干燥的地方 他就不会孕育 他不会长出来 所以他必须要有这个湿气 他才会长出那个生命 所以啊 很多人说 哎呀 温色怎么那么多 你就要把这个 有湿气的部分呢 把它除 除潮 那把它弄干 保持干燥 保持通风 哎 他就不会有这个蚊虫 滋生 那表示什么 哎 他是依附于湿气 啊 那我就喜欢黏着 执着在湿气当中而受身 所以称为湿生 好 湿生呢 所依的湿润地带可以是粪便 啊 粪便里面呢 也有蛆 垃圾 啊 侧坑啊 或者是腐肉啊 就是垃圾的地方啊 这个放久了 变质的流石啊 啊 这些呢 都会有这种湿润之气啊 啊 那 谁最喜欢在这里呢 就是苍蝇啊 那再来呢 或者是沟渠 池藻 啊 唐虎等 啊 这蚊子最喜欢 啊 那也可以是草丛 树林 斧叶等等 啊 这也是湿气的地方 有这个鹅啊 蟋蟀啊 也可以是江河 大海等等 哎 这里就讲有的部分的纳茄龙 就是龙族啊 也有狮生 四生呢 并非啊 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卵生胎生 失生化生 并不是跟一般的这个物种或者是六道众生啊 会种类可以一一的对应啊 在据舍论里面还有讲过啊 人还有旁生啊 就是畜生啊 有四种生育方式都有啊 那譬如说 那譬如说师生的人呢 那《愿远经》里面也讲到有这种各道的阿修罗 有胎生 卵生 失生化生的阿修罗 那其中呢 这个畜生到的阿修罗就是失生 那就前面讲的这个龙族 他就是畜生到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可以了解 哦 原来啊 这师生就是 他不是一种生态 他是依附在湿润之处 他会增生 所以这样子就比较能够理解 那我们回来在看到师生的时候 你就知道因为他依附在这个湿气 那潮湿的地方 他产生一种执着 那在这里呢 就会显现出一种失的一种壁失 壁失就是在这个受胎之后呢 受孕之后 受精之后 他慢慢慢慢的就会长成 一个软肉的一种状态 那他有不同的阶段 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寒醇软洞 像那个蛆啊 他就是软软的 好像一块软肉 然后呢 他就一直不断不断的在动 奇怪他在动什么呢 翻覆乱想 就动个不停 毛毛虫 动个不停 那这个曲也是 那这乃至于你看决绝 他也是动个不停 就在那个水里面 一直动一直动一直动 就是翻覆乱想 所以看到这里呢 觉得这佛陀真的是很厉害 他怎么观察这么清楚 那原来啊 一直动个不停 就是有轮回的执着 有执着的轮回 那不管是什么 就是一直不断的在这个失声当中呢 一直不断要重生 重生又重生 就是一直以失声的方式出现 那这一种众生也是非常非常的多 就像我们常常说奇怪 这地方明明这么高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蚊子 一旦一个地方一不保持干净 他就可以滋生蚊虫 不得了的多 所以我们自己就要知道 这个一不小心轮回了 失去人生 真的是非常非常危险 因为除了人之外 其他类的众生 真的就是无量无边 所以如果以几率来讲 真的当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稀有难得 好那以上呢 就是失声的内容 我们来看看这一组 要分享或者是提问 各位师父师兄大家好 我是阎明 我有一个问题 由于妄念乱心相互辗转 发生在动因之力 在洗砸熏染中 变成为造作业力 同样的造作业力相互感应 因此有了感觉触受的造作发生 他们多是相生相昧 在于世界执着的轮回颠倒之中 就和和施软成了 欢呼乱想的施略生化 此类众生如何寻求 互归真如 又如何得度 请师父慈悲开示 谢谢 你要度这个施生的动物 师生的众生 第一个就是要度他 最好就是不要他来投胎 不要让他生出来 这是对他最好的 因为他这个执着 那如果有一个温床 让他来生 他就不得不生 这生久了会习惯 就是我觉得 我就是一定要来当师生的动物 我一定要来当个蚊子 我又有这种执着 所以当然是这个最好 就是不要有这个师生来投胜 因为都是一个不清楚的状态 就是执着的状态 第二个呢 就是因为他是翻覆乱想 所以很简单 就是把这个禅定的功夫来养成 那对于这种师生的动物 那怎么养成禅定呢 就回向 回向给这个一切的众生 让一切众生呢 不管是胎生 卵生 师生 化生 都能够舍离执着 不要再翻天覆地了 那有的人呢 他会说 那这样子太简单了 我就来消灭他们 就像这个传染病流行的时候 就来发明很多的这个药 来撒药也好 或者是来做一些除虫的动作 那当然这也是一种 一种解决的方法 你只是消灭它 可是你消灭它的是它的现在的生命 并没有消灭它的执着 它还是会再来投胎 所以一直不断的衍生不停 而且还造成我们的杀业 杀不完 结果越杀越多 所以我造了业 本来是想要消灭 结果没有消灭 因为这个业不是用杀死就能够消灭的 结果反而呢 随着这个执着而来的众生 还是没有解决它的执着 所以他还是会来投胎 还是会来投生 所以呢 这个地方就要回归到我们自己的修行了 因为我们一直不断不断的去研究 如何去除灭除害虫的方法 不如呢 我们就要让自己的内心 可以远离这些执着 那这样当然呢 我们很多地方没有保持干净 它就会滋生这些失生的动物 的确是如此 所以呢 还是要保持干净 虽其心静 则佛土静 那当然环境干净 也能够让自己的身心也感觉比较舒畅 是比较舒服的状态 那这样子慢慢来做双管齐下 一个由外而内 一个由内而外 那这样子呢 就可以远离这个轮回 好 谢谢 很恩师父 师父阿弥陀佛 我是法周 那想请教师父 就是这一段分类啊 想跟请教师父说 是由因来分类的 还是从果来分类 因为感觉上有点像是从因来分类 可是又看起来又很像是从果 就是已经是这一类的众生了 然后再把它做一个分类这样 就像我们现在的生物的分类一样 这样子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是 像师生的话 他是执着嘛 那执着的话 一定会跑到师生去嘛 比如说我执着 我执着阿弥陀佛的极乐净土 那这样子我会跑到师生这边来吗 还是说其实各道 其实各道都有十二类生 那只是说 可能我们现在在人界 那就像刚刚师父有提到的 就拒舍论里面人其实也有师生 所以这部分想请师父再说明一下 那其实从师生 这第三个问题 是师生来看的话 其实有点难以理解 就是说为什么翻覆乱想 跟师生的寒醇蠕动 这一类的生物是有相关的 它是怎么去演变而来的 想请师父解惑一下 感恩师父 好谢谢景周 第一个是阴极是果 但是这一段比较特别的是 它把阴跟果直接把它浓缩在一段里面 这个寒醇软动是果 就是就现在的结果来讲 这个寒醇软动这一类的众生是属于师生 那这一类的众生 它有一种特质 就是执着特别强 所以因就是执着 那当然刚才讲说 我这个执着 是不是有好的执着跟不好的执着 有的人是执着阿弥陀佛 那他是真的执着阿弥陀佛吗 他不一定是执着阿弥陀佛 他只是执着那个阿弥陀佛的佛像 那也有可能 但是一旦有黏着性的 就是他舍不得放不掉的 他就叫做执着 但是你如果问他说 你很执着阿弥陀佛吗 其实他没有很执着 他只是借由阿弥陀佛的名号 让他产生了正念 所以真正他一直不断的原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反而让他不执着 只是我们以为这个人很执着 是因为他并不是真的执着阿弥陀佛 他是执着在轮回的思想当中 譬如说 我问他这个念佛念得很好 他是执着阿弥陀佛吗 不一定 因为他在生气的时候 他不是执着阿弥陀佛 如果执着阿弥陀佛 他就不会生气 结果他因为执着生气 所以他的称心就超过了他的佛 或者是有的人他虽然念佛 可是他贪心很重 他其实不是因为执着阿弥陀佛 他是因为执着贪心 只是嘴巴平常好像在讲着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这样子 他不叫做执着 他并没有产生黏着性 好那第二个呢 这个因有这个执着的之后 他会变成什么 他就会飞去不可 就像我们讲 那个飞死不可 飞死不可 飞去不可 我一定要去 我就依附在这个水当中 所以他不能离开水 他离开水 像这个蚊子 你要让他 让他解决这个问题 很多人就是很正常 你就是这里面已经长绝绝了 赶快把它倒掉 放到干燥的土地上 他就没有办法再长 他没办法滋生 没有办法形成成虫 就是他不能离开水 离开那个湿气 所以这就是什么 就是他的因 他的因因为有这个 非要有这个条件不可 他没有这个条件 他就不成 他就没有办法轮回 所以这里面 他就必须要一直黏着在那里 至于说他怎么会去跟这个翻覆乱想 这个连结在一起 其实他是一个黏着性在里面的时候 就像那只蚊子 他非常非常爱那个粪便的时候 你会看到他一直不断的在 在那个粪便当中 绕过来绕过去绕过来绕过去 他离不开 离不开翻来翻去 他纵使呢要离开 也一下子又回来 所以我们的心 如果有执着 你就会发现 哎呀想来思去 都在这件事情上 所以翻覆乱想 好那因是什么 就是直 而有了一个执着的现象 叫做翻覆乱想 那果就是什么 失相必失 就是有这个失生的状态出现了 所以这个后面两句呢 就是果 前面两句就是因 而且在因到果的过程 也告诉我们如何成 有一个暖成 好那再来呢 每一个人都一定有执着 但是呢 如果这个执着当中呢 是以情来作为最凸显的欲望 他形成欲望的 那这时候呢 他就会变成胎生 他就会投胎去胎生 那如果呢 你这个所有的这些烦恼 轮回的因素通通都有 那你就看在投生的那一瞬间 哪一种力量最强 那个业员先升起 也许我们有可能 就是投胎到某个富豪家 那但是问题是 你是投胎到他家的狗 还是来当他家的人 还是来当他家的蚊子 来当他家的蟑螂 那就不一定 虽然同一个地方 那就看你在投生的时候 哪一个圆会先拉你 强者先牵 那如果呢 我们先起的是欲望 那就变成人了 但是要看你是善的还是恶的 所以也有不同的差别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你只要还有轮回这个因 那你就要看你的这个强烈度 会影响你会是否会去这一生 好那再来呢 那再来呢 狮身的动物啊 这狮身的众生啊 他刚才讲到 他不一定是类属在哪一种 他可能畜生也有狮身 那只要呢 是在湿润的 湿润之气 它是一种分类的方式 这湿润的气啊 我们会黏着住 黏着而产生的一种直取 所以我非要在这个地方不可 当然我们在看执着的时候 都很奇怪 有的人呢 他的执着的东西啊 他有一种习惯性 譬如说他小时候 用的那个枕头啊 明明就那么臭了 他就一定喜欢那个味道 那个小熊啊 我要抱着他 我才能够睡觉 有的人是一定要吸着奶嘴 有的人是睡觉啊 一定要往哪个方向 或者是一定要开个什么灯 那个或者是空气要怎么样 就是有各种不同的设定 那当我们学佛了之后 我们也有可能 一定要带个什么护身符 或者是呢 你要念一个什么咒 你才会觉得心比较安定 那各式各样的执着呢 会出现在我们的习惯当中 所以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啊 就要观察 我们的习惯养成的过程 因为在三系六初 就是奇心论里面讲 这个心念的流转过程当中呢 执取向 执着向 之前呢 是相续向 相续就是习惯 有时候我们只是因为习惯 而形成了依赖 也不一定你真的需要它 所以这就是修行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只有修行 你才会发现你的执着 但是发现执着 不表示你就不执着 还要继续去舍离那个执着 你才会不执着 而不是说我知道啊 我有脾气不好啊 那怎么办 那我天生就是如此啊 你当然也可以发现自己脾气不好 那你不愿意改 那也是自己的问题嘛 所以呢 我有执着我知道 但是知道是第一步 还要去掉它 才是第二步 否则呢 你就会被你的执着 牵着走 然后就一定会去投生 是这样 好谢谢 师父阿弥陀佛 我是殷童 那师父地址这边有一个问题 就是想起来蛮可怕的 就是说经文写到执着啊 然后你如果是执着的话 你就会投生到哪一道去嘛 那比如说我们今天是师生嘛 你就和和软承 然后有翻覆乱想 就流转国土 那好像这个执着一直都有啊 然后我这个翻覆乱想也一直都有啊 那这个阴好像都一直存在 那只要想到说 我们在往生的时候啊 哪个执着最强 就往那边去 那我这边有一个 蛮有趣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 如果我要往生的 那个那一刻已经来了 那我下一刻就要往生了 结果我就想到说 我外面有一盆的脏水 我应该要把它里面有决绝了 然后我应该把它倒掉 不然它会等一下会长虫啊 然后我那要往生的 那前一刻就能想到 有一那一盆水 那我说那我又没办法去把它倒掉 因为我可能臥病 还是说我那个动不了了 只像我意识还在 但是我就心细的那一盆脏水 那这样子想起来很可怕 本来我应该到更好的人道 或是天道或是菩萨道去啊 结果在最后一刻的时候 结果到了这个师生 这个畜生道 那就是有一点真的 有一点很差异 那我想说要请问师父啊 我们佛教徒每天这样努力啊 读经念咒拜佛拜颤的 那想说有没有 就是说我们在往生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东西 那我们可以至少掌握住 不要往那个我们不想去的那一道去 我们平常的努力可能就是在那一刻 就整个就白花费了这样子 那以上请师父慈悲开示阿弥陀佛 很好 不要紧张 就以前有一个纳仙比丘 他讲了一部经叫纳仙比丘经 那有人就问他说我就平常都一直在念佛啊 我想要去西方极乐世界 但是呢 我如果还没有念好 在往生的那一念 哎呀突然没有正念或者是打了弦岔 就像刚才说 哎呀我那个水还没到 那不只是那个水啦 基本上我们要往生之前不是会想到水 我们会想到前职啊 妻子啊 孩子啊 车子啊 房子啊 各式各样的这种状态 还有我们自己的爱恨情仇啊 有非常非常多的执着 那有的人就会担心啊 就想一想好可怕 如果我再念一念 然后呢一下不小心 在那个临终一念 是不是就真的要去当那只蚊子啊 怎么办啊 他就在问这个纳仙比丘 纳仙比丘就说啊 你想想看哦 如果现在呢 在荒原当中有一棵树 他每天呢 就一直在往 这个西方的方向长 那长得斜斜的斜斜的 突然有一天呢 哦这个雷一劈下来啊 请问他往哪边倒呢 他说哦当然就是往西边倒啊 所以这就是答案 我们的心啊 平常有执着吗 如果有你就破执着 如果没有正念 你就养成正念 如果要修福报 刚好有布施的机会 我们就广结善缘修福报 如果像现在要来听法 我就来水洗发心来听法 你每天都积功累德 做那么多事情 其实不一定啊 是因为啊 我就是想要贪图这个执着 或者是贪图这个功德 或者是贪图我的 这个一些优秀的表现 你不一定是因为有目的的啦 只是养成习惯 让我们的心啊 随时都在正念 然后他这个习惯呢 也会养成习惯 不执着也会习惯 执着也会习惯 那就看你怎么去养成自己的习惯 所以啊 在佛经里面讲 就是静念相续 静念相续啊 无有间断 或者是呢 这个念念 都是在正念上 念念不空过 能念诸有苦 那这个都是一种修行的方式 最重要的不是你做了什么 而是我们的心 都在什么状态当中 那当然呢 我们就是尽量 也不要说 这压力好大 就很害怕那一念 你只要养成习惯了 你随时都在正念当中 你也不用害怕 即使你看到了这些景象 甚至于以前的八四田当中 前世今生都出来了 因为我们的熏修啊 有这个善的功德 他自然就会出来帮你提醒一下 像我们现在读金刚经读得很好 那你遇到的这些境界啊 那你自然那个金刚经的经文就会跑出来 凡所有像皆是虚妄 马上呢就提起你的正念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熏修啊 如果呢 我们有一天啊要往生 我相信啊 这时候苗董楝言的苗董这个楝言 就会跑出来帮我们啊 带着我们去往好的方向去 这是肯定的啊 因为大家这么认真 一字一句的在啃着 把它嗑到八四田当中 那这是功不堂捐的啊 好 谢谢殷彤的提问